各位也都知道,因為他們當初沒有如期取得建造,而且還要求延宕兩年 所以我們在100年的8月23號,我們就跟他終止契約 終止契約之後呢,我們就有請他屠銷第一席土地的登記權 但是他們一直沒有辦理,那我們台北市政府呢,就是曾經提起一個仲裁案 那這個仲裁案呢,在102年2月25號的時候,仲裁有做成判定判斷 那我們是希望伯德公司呢,希望他們能夠要塗銷本府交付的第一席土地 那這個案子呢,伯德公司也沒有在仲裁判定,交付或者送達之日起的30日內 提出撤銷仲裁之數,所以那個案子目前已經確定了 等於是說,降等一個仲裁的效力,是同法院的判決 那我們市府得到這個判決之後呢,我們也依照這個判決的確定 我們在102年的6月5號就取得這個土地了 所以這塊土地,目前這個榆林理法都是台北市政府所有 那該公司對這塊土地沒有其他,沒有權力做其他的任何主張 我想先社會局的說明,謝謝 好,那謝謝,那最後那住在企劃科的同仁 好的,抱歉,沒有沒有,因為我們剛才... 呃,我們剛才也派放過說明了,抱歉,我先請,我們就來租金了 好,謝謝,來這裡 好,謝謝,來這裡